今日的陸債就開始發行 有朋友金仔就問 他說是不是能抽得過呢? 他說都兩尼幾息 他就覺得不是很高的 他說是不是不如選高息股呢? 你又怎樣去建議他呢? 那其實這些這樣的債血 其實是近乎是穩贏 只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知道 世界上的產品 也都是穩陣的程度 很多時候 都以為就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 大部分的產品 穩陣的程度 和它的息率的程度是反比的 就是當那些東西是越穩陣的時候 那有一定的息率就越低了 這個OK 所以變成了兩尼幾 就是你用的是十分之穩定 是由於Jourine的代價 換來的代價就是 它的息率真的比較低一點 而且退一萬步來說 老實說 這個世界在主權的國家裏面 所謂的權威性 我們客觀是要 就是要坦誠一件事實就是 沒有一個國家的評級 是會高過美國的 或者安全的程度 或者信譽的程度 是比美國高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別人的美國 十年的國債 其實來說 也有成2.9 就算它昨天回了回來 也有2.9 或者2.8厘的情況之下 那其實來說 那我為什麼要去 買一些2.幾厘的物體呢 這個 因為去到肯定的那一刻 其實來說 債血一定是100元給你 所以它現在的債血 價格低於100元多 我們實際來說也沒所謂的 所以就是說 而且就是說 在美國的所謂的 息率的角度 我自己都會看 很大機會不可以 就是短期是 正式地突破不到3厘的 所以 你如果現在的價位去 我幻想 譬如有些人 其實是有渠道去買 十年期美國的所謂的國債 其實它隨時有機會 是財息兼收的 什麼叫財息兼收呢 就是說 你既收到它 一個比較高的息率 然後又駁到它往後 那個所謂的 息率下調完之後 然後那個債血的價格 因為減肥的關係 那債血的價格 會去上升 所以你可能就 賺到它的利息 然後你就賺到 債血的價格 都不太大 所以 在對比之下 可能那個投資 就好過是 綠色債血 或者合法債血 這些 或者等一秒 縮血 打不太動 它會為誰 一致 非常ình aan 那些 韓神 已經 非常